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那首儿歌《鲁冰花》 当年红遍了大江南北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演唱者就是珍妮 岁如梭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珍妮的女儿曾嘉平也已经35岁了 珍妮可谓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也是一个痴情的女性 珍妮出生于1953年拥有三国混血的血统的她 从小就外貌出众 甚至因为太过好看被学校劝退过 17岁时珍妮被星探发掘开始进入了演艺界 不得不说珍妮确实是天生吃唱歌这碗饭的人 第二年首张专辑《星胡》 一经发布就广受好评反响不断 这之后不久珍妮就在台湾乐坛上站稳脚跟 与大咖歌手邓丽君凤飞飞起名 后来又苦学粤语发布粤语专辑 受出了数十万张彻底火遍东南亚 她也是曾继邓丽君之后第一个获得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星奖 1991年珍妮凭借一首鲁冰花 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大放光彩 同时也坐实了她最受欢迎香港女歌手的称号 彼时的珍妮凭借精湛的唱功 在华语乐坛声名鼎沸 只是鲜少有人知道 她与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之间还有一段不痛不痒的孽缘 蒋孝勇虽不如哥哥蒋孝勇那样绯闻评出 却也是一个轻狂任性的公子哥 据侍奉了蒋家两代人的屋原描述 刚出道的珍妮清纯美丽嗓音轻利 蒋孝勇偶然在电视歌唱节目中看到珍妮 就放心大动想要追求她 为了追求珍妮 蒋孝勇着实是费了一番功夫 她先是找人牵线搭桥 想与珍妮一同用餐 但是对于她的邀请 珍妮不加思索地拒绝了 蒋介石的孙子追求个心珍妮背去 蒋家的孙子我就要买她的账啊 首次碰壁的蒋孝勇并不死心 她深谙攻心之道 于是又频繁地请人送花给珍妮 想软化她的态度 但是珍妮对她送去的玫瑰花视若无睹 收到了就搁置在一边 仿若无误 一段时间后 没收到半点回应的蒋孝勇耐不住了 差人去问珍妮到底是什么意思 珍妮直接了当地答复道 蒋家的孙子我就要买她的账啊 我们又不认识 我又不想攀龙富凤 不去 蒋孝勇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家事 能将珍妮守到擒来 没成想却吃了闭门羹 眼看对方对自己没一点兴趣 蒋孝勇也识趣地放弃了纠缠 之后 珍妮与罗文合作了经典的 《射雕英雄传》中的大部分演奏曲 流传至今彻底奠定了她的巨星地位 职场得意 情场也丰收 珍妮在1977年 嫁给了当时被赴为 李小龙接班人的武打小生复生 复生出身良好 家世显赫 人也十分上进 出演了张彻导演的电影后 一炮而红 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 两个人郎才女貌 是一野正般配 相恋之后 很快就结婚了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献煞旁人 两个人初始 是在一场聚会上 复生轻调地打去珍妮 珍妮也毫不客气地回敬 这之后 复生就开始追求珍妮 后来二人机缘巧合 在同一个剧组工作 明面上大家以为的是 当红五星和歌后 两个人还经常被夸赞 演得非常像真的情侣 实际上她们自己才知道 彼此的心意 不是在演情里 而是真正的恋人 珍妮是个十分有主见的女性 拍完电影后 就当众求婚复生 这一举动放在当下 也是非常大胆了 复生也十分惊喜 立刻跟家里人商量 结婚的事宜 没想到父亲却极力反对 根本看不上珍妮 复生没有被家里困住 她爱珍妮 两个人的感情 应该自己做主 自己决定以后要共度一生的人 事实也证明 复生的眼光绝对没错 复生和珍妮两个人 在前辈的帮助下 冲破了家庭的阻挠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演艺界的大咖 如张彻刘家良都到场参加 结婚时 他们甜蜜的合照被传遍了 一对郎才女貌 不知羡煞了多少人 七年的婚姻 二人有过小吵小闹 但感情一直非常甜蜜 从未传出大的负面新闻 也许是天度良缘 复生在29岁时 不幸发生车祸离世 这对当夫妻感情正好的珍妮 造成了重大打击 当时她正在日本开演唱会 听完噩耗连夜赶回来 却只见到了丈夫的墓碑 珍妮怎么也不敢相信 前几天还活生生会说会笑的人 说走就走了 她哭得伤心欲绝 她太爱复生了 整夜都在思念丈夫 于是有一天 她做了件傻事 吞下大量安米药 想要跟随丈夫而去 幸好被抢救回来 醒来之后 所有人都在劝珍妮想开一点 活着的人总要向前看的 趁年轻也还可以再找一个 倔强的珍妮果断的说 我这辈子就爱复生一个人 绝不改嫁 当时大家认为珍妮还处在悲伤之中 并没有把这话太当回事 也不知道珍妮已经暗自 做了一个惊人决定 由于复生是武打演员 在拍武打戏时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所以复生在医院储存了冷冻精子 珍妮想到了这一点 她决定要为复生生个孩子 此前珍妮流产过四次 身体也很虚弱 经过努力 四年后珍妮生下了女儿 并为她取名为真家平 也是寓意着家庭平安 说起来也是令人唏嘘 当时珍妮并没有公布女儿的身份 所以当她抱着女儿出现在大众眼前时 所有媒体都沸腾了 都在询问猜测孩子的生父 珍妮却从来不做正面回应 不管是不是恶意的预测 她都只是淡然一笑 任何时候选择做一个单亲妈妈 都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在那个年代 珍妮并没有告诉外界孩子的生父 也许正是为了保护孩子 女儿出生后 她独自承担那些流言蜚语 直到近些年才真正承认女儿的身份 她不在乎外界对她的诋毁 她认为暂时不提及王夫 是对女儿成长有好处 所以她就不说任凭大众猜测 进来看珍妮女儿的线照 也不难看出 珍家平脸上 几乎是完全复刻了珍妮与复生的脸 珍妮对丈夫的这份痴情实在令人动容 他们的爱只走到了一半 就因为天灾人祸而终结 但珍妮却一直珍视着这份爱情 她说过我爱生仔这是真的 她说过要一直跟复生做夫妻 下辈子和下下辈子一直到永远 这句话也许以往被质疑过无数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珍妮无声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诠释和抗争 直到如今事实胜于雄变 无人不晓珍妮对复生的一片爱意 其实纵观珍妮的一生 外界对她也是褒贬不一 她的唱功优秀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性格却太过火爆 在奥运金牌精英大会演节目上 就因为邓子齐没有上前跟自己打招呼 就直接指责对方没有礼貌 不尊重前辈 事后邓子齐在微博上公开道歉 可珍妮还是不满意 认为手机上面道歉也太没有诚意了 还在周刊采访上面暗讽邓子齐 说一个没有利益和休养的艺人是走不长远的 因为这件事情 两个人的粉丝对骂掐占了许久 邓子齐的粉丝认为珍妮小题大作得理不饶人 珍妮的粉丝则觉得年轻的艺人必须要尊重前辈 也许是珍妮把全部的爱多给了王夫和女儿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林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见到珍妮姐姐很开心 而珍妮却毫不客气的说 她明明见到我连个招呼也不打 这么说真是太虚伪了 陈慧玲也曾遭到过珍妮奚落 珍妮与郭富城聊天 她觉得陈慧玲没有跟她打招呼 只跟郭富城说话让她非常尴尬 于是珍妮直接当面表示 不认识陈慧玲无话可说 留下不知所措的陈慧玲 她也搞不懂自己平时人缘还算不错 怎么会突然惹到前辈生气了 有人可能说珍妮只会仗着前辈的身份欺负后辈 但其实同辈一人她也很敢说 曾经珍妮就爆料过西安琪耍大牌 拒绝了前辈徐晓峰的合影邀约 她说其他人都很好啊 都会去拍照 只有她让助理说自己不舒服 可是后来徐晓峰和西安琪的合照被公开 直接打脸了珍妮 珍妮或许没想过事实真相 也许只是想奚落一下徐晓峰被年轻一人拒绝 但确实说出没有根据的话是不对的 现在的巨星陈奕迅张伯芝也曾经见识过珍妮的火辣脾气 也被指责过不够礼貌 张伯芝更是哭着道歉 外界都已经尝试到了珍妮的坏脾气 随时随地的有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发火 但其实珍妮并不是一个只会发脾气的人 对于有礼貌的后辈 她也时常发文夸赞 比如梁永奇 李文 杨千华等等艺人 珍妮并不吝啬对优秀后辈的好评 大概只是因为珍妮仍然留着上一代人的思想 把掌幼尊卑看得很重 当然从珍妮一个人单亲妈妈 将女儿抚养得很好就可以知道 她内心也绝对是一个很柔软的人 如果珍妮真的只是一个只会大呼小叫的暴躁前辈 她也不可能被获得乐坛这么高的评价 铁废天后与邓丽君齐名 珍妮从来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从她赶18岁进入演艺圈拼搏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上个世纪 一个女孩子能有这么大魄力 真的是很难得了 后来她也不仅仅在台湾 选择到了更大的地方香港发展 为此她苦学一年的粤语 她的歌坛生涯也非一帆风顺 她也曾被抢过歌 复生去世后 她的公司也经营惨淡 只好带着女儿离开 2021年珍妮发布了自己的近照 她已经将近70岁 还依然从容 这是岁月沉淀的美 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可以找到值得爱的那个人 优雅的老去